五十岁的雷先生是一所高校的老师 工作稳定 收入不错 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可是多年来他却一直为情所困 雷先生说他至今已经离异过两次 四年前他找了一位也是离异过的女友 比他小11岁 本打算进入第三段婚姻 可就在这时 女友突然又向他提出了分手 这让他感到无法接受 雷先生 这为什么分手会让你不能接受 社会娱乐 我本身就经历了一二 雷先生说他今天来调解 希望能够打开女友的心结 让女友不要和他分手 我是有这么大岁数不想再折腾 雷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 不过在调解现场 女友王女士表示无法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现在是已经伤透了心的话 我现在想调整我都不想调 没必要调 王女士说他不想坚持这段恋情 主要是因为男友对他不好 用情不专 把他的心给伤透了 也就是说你在跟他同居的同时还在寻找其他的合适的对象 一两次 你的心态是什么 心态就是压力 雷先生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他对女友用情不专呢 这种东西常不能理解 女人在你眼中是什么呀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个人的这个心 是何种善良的程度 在调解现场 雷先生又为何突然情绪失控 声称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呢 他一系列让人不解的言行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雷先生 一位是王女士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 诉求主要是要打开她的心结 桃上有一个牛角 牛角尖 这个牛角尖是跟你有关的是吗 对 是你的行为 是的 第二呢 第二个就是 专教老师调解好的话 我们能够继续 现在她的这个节没打开 她就希望就是 不继续 那么雷先生在你看来要打开她这个节 要让她不钻这个牛角尖 是她需要去调整 还是你调整 她就可以慢慢解决 她的要调整多一些 王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我想分开 她认为你在钻牛角尖 你觉得呢 没有牛角 我能钻 钻得进去是吗 刚才她那句话 如果没有牛角尖 我何必钻呢 所以 雷先生 你给了她什么样的牛角尖 让她去钻 人月份 我有一次那个 醉酒状态 没接她电话 大概有两三个小时 没打通 我没听明白这个牛角尖指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醉酒过程当中 有异性在我边上陪伴 他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 是因为这个他直接提出了分手吗 嗯 雷先生说 女友不该因为这点小事和他提出分手 因为他和对方并没有出现什么越轨的行为 对方只是好心把醉酒后的他送到了医院而已 雷先生觉得这是女友在钻牛角尖 不过他的女友王女士却不这样认为 王女士说 当我们大家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就会明白到底是谁做的过分 元月份的我不是说吗 他就骗我吗 元月一号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今天要到月长去喝喜酒 我就让他去了 去了以后他就跟我说 又发信息回来跟我说 他说我五顶钟回来 但是那天刚好又下大雨 五顶钟他就没回来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就一直打电话 打了很多电话给他 他就不接 我就一直在打 打了人在哪里 后来发个信 他说我现在在医院 所以最后呢 最后我过去了 去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谁送你到医院来的 我说要感谢他 他说他一个人过来的 后来我就跑去问护士 我说护士 我说谁送我老公过来的 护士就跟我说 他说是一个人送过来 但他没告诉我是男的是女的 一又跑过来问他 我说你今天到底是谁送你过来的 他还告诉我 说他是一个人过来的 我就知道 现在是在骗我不 已经证实了 只是说护士没告诉我是男的是女的 我一晚上没睡 我真正在气得发抖 到了第二天早晨 我就问了医生 我问医生 我说昨天是谁送我老公过来 医生就直接跟我说 这是一个女的送过来的 我又跑回来问他 我说 我说别人送你过来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说那有什么区别吗 就这样回答我一句 我认为他现在是 现在存在这些在陪伴我 你的意思是 他在外面的举动 其实你是有怀疑的 是的 雷先生 我说我确实在寻找一种 能够 给我摆脱这种压力的 没找到可以 能进去搬住你的人 是的 又回到他找我是吧 没有 又回到他找我 又回到他找我 不是说回头找你 又回到我 我就听着讲 我听着讲 我就是被谈嘛 他的那个找到了 就可以一讲 可以把我踢开吗 这个行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是在寻找另外一个被谈 不是说把他是谁呢 他 同居关系 也就是说你在跟他 同居的同时 还在寻找其他的 合适的对象 一两次 你的心态是什么 心态就是压力大 我没有经济能力 去搬住他 你的意思是 因为他没找到 所以就放弃了 是吗 没找到 如果找到了 今天我也不在这里 早就分开了 你心里是不是真的觉得 他并不是你想要找的 那个女人 我是有这么大岁 是不想再折腾 男友雷先生一系列的回答 让人感到瞠目结舌 他的坦诚态度 也永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女友本来只是怀疑 他用情不专 没想到 他倒是自己承认 在跟女友交往的同时 有过寻找其他异性的行为 不过雷先生解释说 这种事情已经过去了 现在他想通了 会一心一意地对女友好 可是女友却想不通 所以他认为 女友的想法 有点做扭脚尖 雷先生说 他现在对女友相当不错 最近女友被检查出生定了 他为此也是愁碎了心 我现在说三个 第一 那个他一检查出来这个事 我马上到我一个老同学 开中医 老中医 到他那去咨询 然后老中医就给我说了 他说你之前做的那个手术之后 所采取的那个医疗方式就不对的 好也就是说第一步你先去了解咨询了 然后呢 第二步他跟我说 你这个现在有像那种危险的地方发展的可能性 他就给我开了一个月的抗癌药 第三步呢 第三步就是 他没听清楚我说的 我说一次一粒一天三粒 他有一次一次把他吃三粒 然后感觉到发烧 感觉到什么 我说你肯定吃错了 然后确实吃错了 我说第二天他再一粒一粒的吃吧 再吃一粒以后他又感觉不舒服 就不吃了 这是第一个 没按我的所说的 所关心的地方 这是我关心的点 你的意思是 他没有接受你这番关心和好意 对 好 第二个就是 我说不能天天在家里 你还是要调整你的着席时间 我睡觉的时候 你在玩小鸡 我上班你睡觉 就完全是倒的 所有的时间 这个不是一下两下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我说你现在这样的一种生病是怎么造成 就是因为你的所有生物中都是倒的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关心他都不接受 是吗 就是脾气性格太降 某一种东西进去了以后就出不来 我明白 所以我反而反复的时候 牛角接着 女帮您可以解释了 她所说的 她曾经关心过你的那些举动 她的那股热情 我就拿说那个吃药的时候 因为吃药的时候 她刚开始拿回来的时候 因为说真的 一直在冷战 问的那老中医在她那里拿了药回来给我吃 你告诉我们就是她这个举动在你眼里看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是好的 但是吃的效果我不好 吃的效果我吃的我人不舒服 你在她的这个行为举动上 你有感觉到她这是她对你的关心吗 我感觉到 然后你有没有向她表达出来 就是你接受到了她这份关心 并且你是感动 是很开心的 也许没表达 说一直都是在冷战 王女士说 她不否认最近一段时间 男友确实做了一些关心她的事 尤其是在她被检查出生病之后 不过现在 她心里面很难接受男友的这种关心 让我接受不了 点你第一 王女士说 自从今年元月份 发生了那件 久后在异性陪同下入院的事情后 她想起了从前男友 对她做过的很多事情 她觉得男友 似乎从来没有用心地爱抵她 接下来 王女士给我们讲了两次 在她手术时男友的表现 在这两次手术中 男友的表现让她非常失望 她认为 小产三天的时间 照顾我三天 三天以后就让我住室 不愿意照顾 她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就直接言语就说 家里的事该做 该你做的你还要做 并不是说说我懒我不做 就是说我没生病 没这什么 家里的什么事都是我做 你能不能跟她说的详细一些 就是那一天 是为什么她说出了这句话 记得吗 我来说 我记得 就是说 在我的观念当中 那个 一个小小的流产的话 那个 因为我原来也经历过 在原配身上有过 她是 休息两天三天 就上班了 正常上 在工厂上班 那么呢 没有任何 后遗的问题啊 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我知道不能进冷水 这个是肯定 我们基本的常识知道 我说有热水啊 有热水 喜喜高高 淘淘米 就做了吗 冰箱里也有菜啊 就没有重体力的劳动 对了 雷先生在解释的时候 他解释的第一步 是先声明 就是以他的经验来判断 他认为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他之后的那一切 从他的角度出发 就可以理解了 是 也许我只是考虑到我的事 但从我的角度 我听到我是不舒服 听到 他在外面说的 对我怎么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流产的就是去你 说这狗真的是 真的是寒心 这个人真的是靠不了 第二个流产的时候 我就说我不想 我让我也做手术 但进手术台的时候 刚好我进去 我进去的时候 一个女的就刚好 就做手术做好 做好他电话 那个也许麻药没过 那个医生扶他 就没扶稳 那个女的就一下 刷了一下 刷了 当时我看到 我就好怕一个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 我说 我说我好怕一个 其实我打这个电话 其实要他安慰我一下 叫他 就跟他说我在排名 你就不要怕就可以了 其实真正的一句话 就可以了 他跟我的一句话 你这样说 你非要手术 你怕有什么用 你怕 你现在已经来了 你怕你也要去做 我当时 我真的是站在那里哭 我真是站在那里哭 护士医生都在安慰我 他说没事 他只是说 他干干嘛一样 他说我没服务 那也摔脚 他说应该没事的 手术做完 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在哪 他说他在外面 在外面的话 我就在楼下去 就在从楼上 到楼下 我在楼下等到二十分钟 等二十分钟才过来 我心想是这个人 我说我在做手术 你都跑 你能跑得开 万一有什么情况下 找你人都找不到 这个地方我插一句 单位里 离医院非常近 我顺便到办公室 处理点事 是吧 处理点事的话 电话反正是通的嘛 唱通的嘛 那随时 我一会就能到 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他不是说二十分钟都没来吗 那这个东西现在说的 你也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来证明 你这个说 我在这里说的都是假的 我认为五分钟就能到的事 你这个说我都是假的 但你五分钟到了吗 雷先生 我赶紧查一句话 今天你的任务 真的不是跟他辩论的 他说 我那个时候打电话 也就需要一句安慰 翻译到现在 他现在陈述这些事情 也就是需要一个安慰 也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需要一种被关心的情感表达 对 他不是需要一个所谓的理性的解释 所以你这样做的这些解释 我会感觉到 你不太关注别人内心的感受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带着求和诉求而来的雷先生 在面对女友的指责时 不应该进行跌簸 雷先生的这种表现 只能让人觉得 他是一个爱推卸责任 不关注别人内心感受 狠心无情的人 不料 胡老师的这番话 让雷先生接下来 用了一个奇怪的表现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这个人的这个心 是何种善良的程度 我这一生就流个三次类 第一个是父母去世 第二是温泉大地症 几乎是每天看一起留下来 看一起留下来 然后对妈妈的 对妈妈的笑 这一块被人亲到 这是我真实 我能理解你内心 可能有一些感受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你选择在这个点来讲 这些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人心里 非常的善良 好 雷先生 因为前面老师们都在提醒你 要注意关注到他的感受 这跟你的诉求 能不能达成是直接相关的 当你在讲你的善良的时候 你说你一生流过三次眼泪 因为母亲 这个所有人都能理解 因为温泉大地症 那我们能感受到 你的这份大爱 如果你接下来说 因为我心疼他 我也流过眼泪 那我想就太完美了 他也能够感受到 你这份情感 可是你没有往这方面去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你在这么动情的时候 我们都被你打动的时候 你旁边的这个女朋友 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不是他是一个硬心肠的人 对吧 但他为什么会叹这口气呢 这种东西他不能理解 恰恰是因为他都不理解 我反而 第四次流泪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你觉得你可以对他说些什么 目前对他还不能说什么 我要靠老师们来对他说 雷先生一番声泪俱下的表达 大概是想证明自己 并非是一个狠心无情的人 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和今天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似乎满怀信心 他甚至还觉得观察员也会支持他 不过接下来 拿起话筒的观察员 维汉说的一番话 可能让他有些失望 维汉就雷先生三次流泪的表述 进行了一番点评 你刚才有一个很动容的 也让我们很触动的这个细节 就是你哭了 你说到你人生当中三次流泪 一次是汶川大地震 一次是你父母去世 试问这两件事 放在任何一个中国人 或者说任何一个人身上 谁不会哭呢 对不对 这是人之常情 不值得你拿出来 拎出来说事 而你这个时候拎出来 哭成那个样子 反而证明了 你内心是极度地自以为是 刚才女友说 她可能是被胎 你们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你甚至还去跟其他女子仕途 什么相亲也好 处朋友也好 然后你解释 你阵阵有词 解释 你不是被胎 他们才是被胎 这个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 我就非常生气 非常愤怒 你的神情当时是不以为然的 完全不在乎 女人在你眼中是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无法接受 说难听点是在玩火 我们有句话叫玩火者必自焚 在观察员维翰看来 雷先生的很多解释 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这些解释 只是为了掩饰 对女友王女士带来的伤害 王女士说 来调解的前几天 他们之间吵过一次架 吵架的时候 男友居然提出 要他支付 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费 那次吵架说到 你没跟我生小孩 我凭什么给钱你用 这是这种男人 跟他的话 跟他生活在一起 四年的男人说的话 听错了 听错了 这个话你就是说的事 我把他还原 我说这么多年 我没有趁你在拿一分钱 然后也没有趁你在享受多少 这个感情的付出 我所谓的感情付出是指 比如说他要走 或者说他要到哪去 我都是去 但我是示弱 都是我在示弱 你们四年了都没有 都是我在示弱 都没有过想要去结婚的这个 一直以来都不稳定 一直以来这个各方面 性格 你就是说你觉得还没到 要结婚的那个地步 是吗 对的 你呢 每次跟我头顶跟我说 我们俩去把真打结的 结了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过年的时候 过年设是他跟我提的 因为过年三十的 我们俩就吵了一下 后来就是到了 正月初几 他就跟我说了 刚好哥哥姐姐都在家 姐夫都在家 然后我们就把事情办了 说了以后 半个月没信息 过了一个月以后 我姐姐问我 你们俩 你们俩现在怎么样 你们俩 是打结婚证 还是不打结婚证 现在说的 就像说这个小孩子 过家家一样的 王女士说 男友雷先生 不肯和他办理结婚登记 就不是真心的对他 可为什么说到分手 男友雷先生也不愿意呢 雷先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雷先生 就为什么分手会让你 不能接受 社会舆论 我本身就经历了一二 这第三 这个第三 我迟迟不敢进入婚姻 就怕舆论 到时候你这个 没考虑成说 到时候又离婚 那个社会舆论 就压力太大 所以就是说 不敢进入 再进入婚姻 这要慎重 非常慎之又慎 雷先生道出了 他不想分手的原因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让这种 同居关系合法化 给女友一个安全感 坐在调节厂下的朋友 项羽是觉得 这是最好的归宿 但双方都需要 做一些改变 他们俩人个性都太强了 个性 对 雷先生他的个性 是一种什么样的 雷先生这个人 可能说文化水平 也蛮高的 所以好多事 他就是我心我受 好像就是好多做事 就不考虑小王的感受 但是小王这个人 就是脾气也太强了 好容易喜欢 做牛角肩 所以希望老师 给他们指点 指点 我就说那么多 朋友话很简单 但是还是很有价值的 雷先生接受吗 可以 这个我认 王女士觉得朋友 给你的这个 应该叫建议吧 你接受吗 这时候我承认 我个性是很要钱 可以这样说 我跟了他以后 我已经改变了我很多 像我以前的个性 我以前的个性 更要钱 现在不能再调整了 我现在是 他现在是已经 已经伤透了新的 我现在想调整 我都不想调 我没必要调 朋友说 还希望你们好好的呢 我知道我姐 她是希望我们俩过好 必定的话 是一个女人 要一个依靠 但是的话 除了我自己来说 我现在我真的依靠 已经给不了我的安全感 一点的安全感都没有 王女士说 自从她检查出坏病之后 内心更加不安 她很想有一个 让她感到踏实的依靠 但男友的言行 实在让她没有 任何安全感 所以她只好 放弃这段感情 心理咨询师苏丹认为 无论王女士 是否选择 继续这段感情 她的心理状态 都需要调整 特别是在生病之后 王女士不应该 如此消极 而要表现得更加积极 这样不仅有利于自己病情康复 而且还能让身边的男人 更爱自己 女士呢 我想说的是 一个人被爱 永远不是因为他可怜 而是因为他可爱 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生病 但是如果说生了病 你的恐惧和担忧 往往会加注病情 我们说 情绪影响身体 身体影响情绪 这是交织而行的 所以如果生病了 更需要一个积极的态度 勇于去面对 我收集到你们两个相处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女方呢 有很多的时间 是待在家里的 那既然一个人生了病 又有时间 那这是太幸福了 那我生了病 那我就可以想办法去看看书 想想看怎么样去调理自己 学点营养学 然后怎么样把这些菜啊 这些食料啊 做一些符合自己身体改善的 一些营养方案 这不比在家里打打麻将啊 弄个小牌啊 生生别人的气 要好得多吗 所以当你自己是健康的 积极的 你就能够吸引你身边的人 爱你 你们经过了四年的感情的这个长跑 我觉得应当给他们一个归属 那么何去何从 来源于你们内心的感受 幸福快乐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感受 对于这个女士来说 确实这个可怜是没办法让人觉得你可爱的 你要自己自立自强 要自己有可爱之处 这个男人才会爱上你 才能让男士真正的爱上你 真正的愿意去跟你走向婚姻 这个我们很多人也听过一句话 不以这个结婚登记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 这个话可能是有调侃的成分 但是确实对于我们女性来说 这个不能让男性只享有这个婚姻框架下面的权利 就是所谓同居的这种权利 而不能承担婚姻框架下的义务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结婚登记以后权利义务就有对等 没有结婚登记以后 你让他享受到了权利 他愿意履行义务就有这种义务 他不愿意履行 法律管不了他 观察员苏丹和于学辉 站在女方的角度 给了王女士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观察员徐承刚认为 男方雷先生如果真的不想和女友分手 那么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必须引起重视 妻子的那次流产从理论上来说 我们又不是医生护士 我们男的进去也不能干嘛 我们待着干嘛呢 等也是等 我去单位上利用这个时间工作一下 处理一些我放了蛮久的事情 没有什么错误啊 这是您的思维 绝对不是说您不关心他 可是如果您具备了同理心的话 您可能就会知道 试着想一想 此时的妻子待在里面是什么感受 她手术完了以后 出来的时候 她最需要的是什么 您就不会去这样去思考 因为很简单 这种手术对一个女人来说 她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手术 但是对于一个女人 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创伤 却绝对不是一个手术的那个伤害 可以去对比的 因为这里面 不仅仅包含的是身体上的一个手术 还有她心理上的一块缺失 曾经一个我和我爱的男人 种下的一块结晶被拿走了 这个感觉绝对不是一个手术 就可以去概括的 同时此时此刻 她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时候 当她虚落地走下手术台 走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她最需要的是 此时我爱的那个男人 就在门口守着我 让我可以靠在她的肩膀上 而这一刻的安慰 会让她觉得 我为这个男人付出什么 都是值得的 这种爱的需要 比你带她去哪里哪里去旅游 为她买了多少多少好的东西 都更有意义 也都更重要 我想帮两位 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彼此 心里面是怎么看对方的 我首先会说到 比较明显的就是 雷先生心里面是怎么看待 王女士 我觉得 不知道雷先生自己没有注意到 我用三个词 用三个词帮你概括一下 一个就是忽略 这个大家注意到 雷先生考虑问题 其实关注自己比较多一点 所以跟你相处的话 可能别人会感觉到 好像你不在乎 第二个词来说 雷先生对于王女士 我认为叫不甘 也就是说 你确实不是他最理想的对象 第三个词语叫依赖 就是雷先生对王女士 其实是有依赖的 王女士绝对需要一种 叫绝对安全的伴侣 所以王女士这一点 其实是恰恰是最适合的 但是这种绝对安全 绝对依赖 也就是意味着不用照顾 在这个现实环境里面 压力越大的时候 人肯定就会寻求 越让自己感到安全的人 其实王女士在 雷先生的生活里面 是这样的 好 反过来 王女士这边看雷先生 我认为也有三个词 第一是仰慕 那相比之下 王女士可能也会觉得 我自己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但是我喜欢有支持 有文化 有修养的人 第二个是怨恨 这个怨恨有两个方面 第一 雷先生对你的忽略不在乎 另外一个方面 用情不转 第三个 绝望 就到了今天 必须要把绝望这个词灵出来 就是 其实你已经很努力了 你认为在你的理解范围之内 在你的世界里面 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你已经尽了权力 你尽的力量越大 这边反馈越少 怨恨越积累的越多 怎么看待内心的愤怒 怎么看懂对方 怎么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最终怎么样能找到一种 幸福的主动权 这个两位是可以思考一下 从胡老师的分析来看 在这段感情中 王女士始终处在被动的位置 如果这种被动的位置 不能通过一些方法得到扭转 那么这段感情要继续下去 未来的风险依然很大 小姐进行至此 吴老师决定 让观察员伍玉和廖阿姨 分别带着男女双方进入密室 廖阿姨是这样的 其实我必定说跟她感情 必定还是有感情 必定在一起 对对对 我能理解 就是昨天跟我一起来的 那几天 她说的话 没给我留余地 我现在都没理由留下来 我真的是没理由留下来 她说什么话 就是刚才说了 王我再当个被谈了 从王女士的这番表述来看 分手似乎也不是她的本意 她今天来表达出这样的诉求 仿佛是迫不得已 实际上你应该冷静下来 理性地看到这个男人 我觉得这个男人还是可以的 他为什么会这样苦苦地挽留你 四年之中你能够留下来 我觉得这肯定他有好多一方面 才能让你留下来 如果说他真的你说的 他那么不敢 四天你就跑掉了 廖阿姨运用反推的方法 断定在雷先生身上 一定有很多的优点 否则这段感情根本无法维持四年 廖阿姨的这个结论 得到了密室另一边的雷先生的高度认同 雷先生对武运说 女友除了比他年轻十一岁之外 几乎处处都不如他 无论是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 还是文化修养 性格脾气 都比他差一大截 但在生活中 女友还要表现的强势 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做什么事都也好 干什么也好 应该是我引领他 但是我现在是被他逼的 没有办法 只有我去顺着他了 雷先生说 如果女友在和他相处时 能够温柔一些 示弱一些 他一定会用心专情地对待他 但女友恰恰相反 在生活中 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让他受不了 接着 他还向武运出示了一段 他们吵架时候的录音 虽然这是一段方便录音 但从录音中 还是可以感觉到 王女是在和男友雷先生 吵架时的一些态度 听完这些录音之后 武运有些理解了 雷先生的心情 当这个人 人无完人的时候 来到你的面前 你依然选择了他的时候 你就要权衡 什么是我最需要的 我要看到他大的方向 这个人 比如说比较善良 可能就是有语言暴力 或者说就是有一些这种 但他对家庭的照顾 对你的照顾 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需要安定 你更看重这些的话 那些要学会弱化 武运认为 如果雷先生此行 真的是想维持 和女友的这段感情 那么就必须 对女友的一些缺点 进行包容 当然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给女友 一个法律上的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 就是王女士 期待许久的结婚证 那么 只为说起来 头头是道的雷先生 能给女友 这个安全感 还是我们按照惯例 面试结束以后 先请双方当事人 各自说一说 自己现在心里的想法 我希望我自己 以后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嘛 嗯 对的可以了 雷先生 亲爱的玉莲 我们毕竟经历了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 我相信 不经历风雨 难以见彩虹 所以呢 我还是 非常喜欢和包容 你的一些 那么我的一些 不好的做法 让你觉得寒心也好 觉得没有关心 没有什么也好 我相信 我一定会 接受各位老师的批评 来改正 也当着 全国观众的面 是吧 这一句挺弯的吧 很棒 想哭就哭 没关系 嗯 他抱着你哭 更好 嗯 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意犹未尽 王女士 那你觉得 嗯 你可以在哪些方面 来 嗯 在 做一些调整呢 这样 我也知道我自己性格不好 我也希望 如果我们能继续下去 我不说 我 我 我画 我会去怎样怎样的 规定我要改变多少 但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的去改变我自己 以后你们两相处的时候 真的可以都先从自己身上 先做一点努力 不是说 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而是说 从自己身上来找突破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协议啊 协议第一条 双方承诺 在三个月内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男方愿意让女方有更多的安全感 二 双方共同承诺 积极反思各自身上存在的问题 多给对方一些理解和包容 携手共创 美好幸福未来 这个可以吗 林先生 这么两条我觉得不清 要说面的也好 要说面的这个好像显得 好像太那个了 你的意思是说 根本就不用说面的 完全可以做得到 是这意思吗 承诺 三个月之内 把这个字办好 可以吗 亲爱的 从逆世重新回到现场的雷先生 仿佛立即换了一个人 从前对女友冷漠 用情不够专一的他 这一刻 俨然成了一位懂得细心体贴 温柔呵护女友的模范男友 从当女友擦拭脸上的泪水 到口中呼唤的一声亲爱的 王女士这颗有些良意的心 瞬间被温暖了起来 看到女友愿意接纳自己 雷先生也进一步表达了诚意 希望雷先生能够说到做到 早日给这份坚守了四年的感情 一个完美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